內插法到底在插什麼 也是在插尾數啊 來 寫上去喔 這個你們應該都懂嘛 插表跟內插法 那我們現在稍微帶著同學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插表 這個插表 這個他這邊講義設計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請你去查LOG 2.52 同學你看到他張對數表 左邊喔 他那個X下面是不是寫25、26、27 我跟你講他中間省略的小數點 他其實是2.5、2.6、2.7 你幫我把小數點點上去 他中間其實是有小數點的 他是2.5、2.6、2.7 那最上面那一排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小數點底下第二位的數字 所以今天你看他的第一小題 他要你去查LOG 2.52 所以你就找左邊是25 然後對過去那個2對不對 這邊你會看到有四個數字 這四個數字叫做誰 4014 好那我跟你講 這個4014他是這樣子 你知道這個4014是什麼感覺嗎 這個4014其實他前面省略了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他前面省略了0點 我跟你講 這個數字其實他是0.4014 好不好 因為每一個東西都是0.40 就是 前面都有小數點 而且有一個0 所以他那個表 在設計上 他就把這個東西都省略掉 這樣聽到嗎 OK 這個很簡單 查表你會查 高中數學有三張表 你知道是哪張表 要不要講一下 高中數學你只要會三張表 哪三張表 一個就是對數表 另外一個是什麼表 三角函數表 還有一個叫什麼表 亂數表 哪一張表最重要 對數表最重要 再來是三角函數表 這兩個考試會考 亂數表 我跟你講 考試如果考 你只要記得 一定要帶詞 你不要眼睛看柔眼 我跟你講 亂數表每個人都會看 這樣好不好 亂數表就是你隨機反應很簡單 但是對數表跟三角函數表 考試是會考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下面有一個立體B 這個立體B是一個很經典的考題 98年數表考題 來 這個題目 我稍微來跟你說明一下 這個立體B 他這裡用到所謂的內插法 那什麼是內插法 其實很簡單 你旁邊寫一個key 來寫一句話上去 人家問你什麼是內插法 這個我跟你講 你要能夠講出來 這個內插法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一直不會做 然後什麼都不會講 這個內插法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一個曲線 來 寫上去 一個曲線在怎麼樣 在一個極小的範圍之內 極小的範圍內 一個曲線在極小的範圍內的行為 他的行為怎麼樣 進乎一條直線 來 我們這邊就寫直線就好 來 教學你先把這個寫上去 然後我給你解釋一下 內插法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一句話就好 做內插法 做內插法同學一定要注意 他是在極小範圍裡面去做 他才有意義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我舉個例子好了 來 這個同學你套這邊 這是一個曲線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曲線 我在上面找兩個點 譬如說 這裡找一個A點 喔 A點在這裡 這樣喔 然後這個B點 我找的跟A點很靠近 A點跟B點很靠近 然後我過AB這兩點 畫出一條直線 好 沒關係 來 畫出一條直線 這樣好不好 好 那這個時候 轉圈你仔細看 這個曲線在AB這兩個點中間 他基本上他是彎曲的 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兩個點很靠近 這兩個點的連線 這一條直線 其實在這個極小的範圍之內 我可以用這個直線 這個綠色的來取代這個白色的感覺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說老師 可是綠色的沒有辦法完全取代白色 因為畢竟一個有彎曲 一個沒有彎曲 沒有錯 他們中間有誤差 可是因為AB兩個點很靠近 所以那個誤差會怎麼樣? 那誤差會很小很小 聽懂嗎? 誤差很小很小 這就是我們內插法的精神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喔 來 我問你 如果今天我的C點 我在這裡找一個C點 馬勒在這裡找一個珠點 結果你看喔 這個點跟這個點 哇 離得超遠的對不對? 然後你看我把它連起來 我問你啊 在西珠這兩個點中間的這個範圍 如果我跟你說 紅色來取代這個白色 你一定會覺得我是神經病 為什麼? 因為這中間的誤差是不是很大 對不對? 所以我用紅色的來取代白色 你一定覺得 老師你這太離譜了對不對? 完全不能接受 可是在極小的範圍內 我說綠色的行為跟白色的行為非常接近喔 雖然有無差但無差很小 你應該就可以接受對不對? 所以這個內插法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在極小範圍內 我們就用直線來取代這個曲線的行為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插法實際上怎麼直線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98年速講 哎唷 離主的考題 他說數學教科書所附的對數表裡面喔 好 後面就一個數字這樣 我跟你講內插法其實是什麼? 我告訴你啊 內插法就是我們講的分點公式 你把它寫上去 內插法其實它就是分點公式 我以前講過很多次喔 內插法其實就是分點公式 它跟Lagrange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等到我學測前我複習Lagrange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內插法跟Lagrange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樣好不好 但是內插法本質上它就是分點公式 不信的話我做一次給你看喔 我個人做內插法我都做畫素線 我跟你講畫素線才是王道 來 你把這個畫出來 來 我跟你講喔 好 畫出來 然後題目給你什麼數據呢 它說log4.34叫做0.6375 來 那我們這邊就這樣寫log4.34 我做一次給你看喔 來 它的數字叫做0.6375 好 這它講的對不對 這個它講的 然後它說log4.35叫做0.6385 好 log4.35 log4.35 這一個數字叫做0.6385對不對 好 然後它就問一個問題 它說根據這個插表值 跟內插法 我們現在要去求log4.342 喔 OK OK 來 log4.342在哪裡 大概在這裡吧 log4.342 對不對 它的值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們聽它叫x 就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的目標就是這個x嘛 不對 它不是x 它說假設求的值叫做p 對不起 我沒有看到 它說叫做p 然後它就問你說 則根據下面的選項 你去判斷哪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你看它每一個選項 都是在問p是多少對不對 來 這個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看參考書 參考書不會用分點公司做 參考書它其實用的也是分點公司 但是它會用這種形態呈現 你知道它會用什麼方式來寫嗎 我跟你講它會寫王字比例圖 你看課本 課本是用王字比例圖 我個人非常不推薦課本這種做法 課本你有看過嗎 課本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它是用王字比例圖什麼 誰減誰比上誰減誰 你還記得嗎 然後等於多少對不對 我個人覺得用王字比例圖 反而容易讓你搞混 我覺得它就分點公司嘛 就這麼單純而已 你為什麼要把它搞什麼王字比例圖 分點公司就分點公司啊 本質上是相同的啊 對不對 你們這邊都不理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身上高三以後 高二活潑的 你們怎麼不見了 What happened 到底是怎麼了 對啊 你們以前不是很喜歡嘴靠我嗎 現在為什麼都不講話 害我好傷心喔 對啊 我覺得好奇怪 你們身上高三變得 變成不一樣了 我覺得這樣有點難 好啦沒關係 這個我只好自己只嗨就成這樣 也嗨不起來了 來我問你 同學你看這邊 我問你喔 這一段比這一段是幾比幾 你看 4.34 4.32 4.35 這一段比這段是幾比幾 2比8 來寫上去啊 這不就是分點公司 2比8嘛 對不對 2比8啊 那如果有人問你說 那P是誰 這個問題你問小學生 他都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欸 0.6375到0.6385 你中間把它切十段 分十段喔 啊 這段比這段是2比8 那我問你P是多少 這你問小朋友都知道喔 小朋友會告訴你 他就是0.63 多少 0.6375到0.6385 我現在把它中間切十段 對不對 啊 這一段比這一段是2比8 那你告訴我 P就是0.6377 77啊 就這麼簡單 這只用看著就知道答案嘛 這就是0點什麼 0.6377啊 所以這個P 這就這樣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用分點公司去算 分點公司不是有個口訣嗎 分點公司的口訣叫做什麼 講話 比例相加分之 交叉相乘啊 所以這裡就2加8就是10嘛 交叉相乘 8倍的什麼 8倍的0.6375 0.6375 對不對 再加上2倍的0.6385 對不起 2倍的0.6385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分點公司嘛 對吧 甚至你也可以就是用0.6375 再加上就是你知道的用比例去算 欸怎麼可以算出來啊 對不對 這種東西 這我們講過很百變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離主的口訣有什麼了不起啊 應該要選哪一個選項 應該要選C這個選項對不對 0.8乘上0.6375 對啊 0.8乘0.6375 加上0.2乘上0.6385 沒有錯 所以這題答案就選C 本質上我告訴你 內插法就是分點公司 人家問你什麼是內插法 我跟你講 你跟他講說 哦 內插法就是分點公司 人家也知道你有一點FU 這樣好不好 好啦 那內插法 我們就看這個題目就好 這樣好不好 那講完內插法之後 來我看看 那接下來又要談另外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重點 來我看看 我們接下來來看那個重點11 手速尾速跟幀數的科學記號 我覺得很多學生這個地方 學的有一點亂七八糟 這個東西應該要怎麼講 來我們先從一個小問題開始 你可以找一個空白的位置嗎 來你寫一個P 你寫一個P 把它寫上去 如果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問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問你3的100字方 3的100字方有多大 這個文組我們盡量往B開 就是那種你知道的 態理論的說法 同學我問一個問題 3的100字方有多大 你說老師3的100字方很大 我按計算機 大概按到3的不到幾字方 那個計算機就會出現那個 error就是那個錯誤的訊息 因為3的100字方 是個天文數字對不對 你想說老師3的100字方有多大 很簡單 只要你能掌握它的等級 你就知道它有多大 其實等級的概念 你國中就學過 等級的概念在國中叫做什麼東西 就是科學記號 你聽懂我意思嗎 科學記號就是一種等級的表現手法 但是科學記號它是用誰當作指數 科學記號同學我問你 3.85乘上10的7次方 我問你這個傢伙的等級 如果用10來看的話 它的等級是幾等 7等 而且是7點多 7點多等 聽懂嗎 我們說過這個次方就是等級的概念 對不對 取log就是在看它的等級 所以現在我們一起來看 3的100字方有多大 哇 我們先來看它的等級是多少 所以我們對它取什麼 我們對它取log 這種題目我們一定是對它取log 3的100字方 來跟著我一起寫啊 來快點 我帶你一起做 做一次然後你就有感覺 接下來3的100字方 這個100可以怎樣 拉到前面去 來你告訴我這個招式叫做什麼 大力4 大力4 喔對啦 大力4 就丟到前面去嘛 對不對 或者叫跑路公式嘛 對不對 就丟到前面去嘛 把次方丟到前面變係數 所以它會變成100倍的什麼東西 100倍的log3 好 那講到這個東西喔 我花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講幾件事情喔 我不知道同學還記不記得 來同學我問你 你有背這東西嗎 請問你log2它的近視值值 是多少 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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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 0點 3010對不對 啊當然以前都有覺得問我說 老師這個不背有什麼關係 最好是背景 但是不背的話 考試那個比運記喔 有時候你分到最後一頁 它公司會贏 但是我個人經營 log2把它背起來比較好 那你不背我也不明講 那同學問你log3是多少 都會有0點多少 4771 我跟你講啦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兩個一定要背起來 然後我問你log4要不要背 不要 log4不用背 因為log4它是什麼東西 你不用背 我先問你 4是不是2的平方 那個大力是把它搬到前面去 所以會變成兩倍的什麼 log2 啊兩倍的log2就是誰 0點多少 60多少 20 所以log4不用背對不對 來同學那我再問你 那log5要不要背 log5不用背 為什麼log5不用背 因為你知道log5加log2會等於log10 log10就是1嘛 啊log2是0.3010啊 你把它搬過去 所以log5叫做0.699 這不用背的 然後再問你log6要不要背 不用背 因為log6就是log2再加log3 對不對 這個你不用背啊 叫做0.7781 這不用背喔 但是有一個人 我個人還是建議你把它背 那個人叫做誰 log7 log7 在座很多同學還記得大約是多少 8451 沒錯 0.8451 那log8很簡單 log8就是3倍的log2 我跟你講log8就是3倍的log2 log9就是2倍的log3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啊log10就是1對不對 所以你真正需要背的 告訴我有誰 因為你們是3018嘛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背一下 log2是0.3010 我強烈建議你把它背起來 log3是0.4771 log7叫做0.8451 這樣好不好 你至少背這三個 你如果堅持不背 我也不會怎麼樣 好不好 考試他應該會給你 好 這個題外的話 我稍微跟你提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 來同學你看喔 100倍的log3 這個傢伙 來你告訴我 他就是100 再乘上 同學log3是多少 講話 1 對0.4771 對不對 然後 同學100乘0.4771 這個會變成47點多少 47.71 啊這個47.71 你把它整數的部分拿出來 叫做47 把它的正存小數的部分拿出來 這個叫0.71 我想在座同學 如果你回去有先看過課本應該知道 這個整數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 它稱為叫什麼數 手數啊 講話 這個 課本都有講嘛 這叫手數對不對 啊這個 借於0到1之間的這個傢伙 這個叫什麼數 尾數啊 對不對 這個 你們知道嗎 知道這個東西對不對 手數跟尾數 所以現在你應該曉得喔 3的100次方 用10來看的話 它的等級是47等 喔不簡單喔 47等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來同學我問你 3的100次方 我問你一件事情 它大約是多少 10的幾次方 我跟你講 它大約就是10的幾次方 47點多少 點71次方 對不對 就是這樣說 10的47.71次方 好大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這樣看喔 這個47 我們現在把它還原成對數 這個47 我們可以寫成LOG 10的幾次方 47次方 這樣寫你可不可以接受 誒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寫可以接受吧 47 是不是可以把它換成LOG 10的47次方 對齁 然後你說老師0.71 如果現在我要把它寫成LOG 你就想說 蛤 我怎麼知道0.71是LOG多少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進行估計喔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剛才我問我講LOG5 同學LOG5是多少 66多 對 0點多少 6990 對不對 來同學那LOG6 LOG6 你告訴我 LOG6是LOG2加LOG3 大約是多少 你們都擺下好嗎 7 8 0.8 8 8 我加一次給你看 0.3010 8 再加0.4 怎麼樣 771 所以人家說0.多少 7781 對 這個沒關係 考試如果忘記就退一下 叫0.77多少 81 對不對 好 那現在的說法可以看這邊 0.71 欸 仔細聽喔 我問你 0.71 這個數字 是不是被夾在0.6990跟0.7781之間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有問你 0.71 是不是被夾在0.6990跟0.7781之間 沒有錯 所以0.71到底是LOG多少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LOG的 5點多 我知道它是LOG的 5點多 這樣可不可以 對喔 我知道它是LOG的5點多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 它是多到哪裡 那你就要用內插法 用內插法可以讓你估計到 就是它應該是5點多到哪裡 因為內插法就是可以精確一點 好 那你現在看喔 兩個LOG相加 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會變成LOG 增速相乘5點多 再乘上10的幾次方 47次方 哇 那從這裡 這個我們高音都已經做到爛掉了 這個地方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Soですか 來你看喔 這個3的100次方 來你看喔 3的100次方 這個超級大的數字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把它寫成 這個叫什麼記號 這叫什麼 這叫科學記號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來3的100次方 它基本上 這是近視值 但是非常非常靠近 它是多好 它就是5點多 再乘上10的幾次方 47次方 哇 我可以掌握 對不對 寫成科學記號 對不對 所以像有時候你看一些參考書 它會問你說 欸 3的100次方 它是很大的數字對不對 對 它是幾位數 有些學生是用背的 你知道它背什麼嗎 它背說 喔 參考書說手數加1 把47加1 所以它是48位數 我問你 這要不要背 背個屁啊 這有什麼好背的 你把它寫成科學記號之後 5點多乘上10的47次方 這個小數點往後退 47位 它不就是48位數嗎 這理所當然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背什麼 手數加1 你是瘋了嗎 對 有些學生會背喔 你看參考書 它都會說喔 它是幾位數對不對 它的整數部分是幾位 就看它手數是誰 手數加1 背那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你寫成科學記號 一切都結束啦 那也有一些參考書說 那它最前面的數字是誰 它最前面的數字 你寫成科學記號 你馬上就看出來 最前面的數字是誰 就是5啊 對不對 這個5跟誰有關 我跟你講 跟尾數有關 對吧 你看這個5哪裡來的 這個5是不是它來的 它是誰 它就是尾數來的 所以你從這個尾數 其實可以判斷 它最前面的那個數字是誰 這不用背啦 就是有感覺 順的感覺去做就可以 這樣好不好 這個 好啦 今天先這樣 好像剩兩分鐘 也不能幹嘛 我們明天再繼續講 謝謝各位同學 Thank you